Beyond 兩個靈魂即將發售囉 先前為各位玩家們做了許多故事概念的報導 而現在就要帶大家搶先了解更深入的內容喔 這次遊戲製作人兼創意總監David Cage 來到台灣和媒體面對面問答 並且詳細解說了這個擁有龐大故事劇情的遊戲內容喔 廢話不多說趕快跟我們去現場吃雞吧 由曾經操刀暴雨殺雞的原版製作團隊 Fondic Dream所打造的年度劇作《Beyond 兩個靈魂》 昨天特地邀請到遊戲總監David Cage 來台為玩家們深入介紹本作的特色 這次製作團隊邀請到好萊塢巨星 Alan Page和William Duffel 飾演遊戲中的重要角色 除此之外遊戲中的每個角色 都是透過實際拍攝來和遊戲結合 共動用160個演員 耗時將近一年的拍攝時間才完成 本作的故事描述主角Jody從一出生 就和謎叫Alan的無形靈體一線性的精神力連結 他不只能透過Alan發出超能力 更造就一段和一般人不同的生涯故事 故事的敘事時間和暴雨殺雞 在四天內所發生的種種劇情規模完全不同 本作將敘述Jody長達15年的人生之旅 而遊戲時間長達10小時 並包含23種不同的結局 總監也表示 這次在系統上取消枯造乏味的QTE 每當需要玩家操作時 畫面就會進入慢動作模式 讓玩家通過控制器的操作來完成動作 即使沒按好導致動作失敗 也不會出現Game Over 讓玩家們不斷走入分歧的劇情路線 是一般遊戲所沒有的劇情要素 相信很多玩家們都是因為之前玩過暴雨殺雞 而對這次的作品相當期待 製作團隊也特地向玩過暴雨殺雞等玩家們做了調查 並發現很多玩家在遊玩的時候 身旁都會有一個人在觀看 或使命令操作者去觸發物件 為了讓另一個人也能參與遊戲的操作 本組也支援雙人合作一起過關 讓一個人可操作靈體A等 並能使用手機或平板等行動裝置當作控制器來遊玩 這樣就算沒玩過PS3的家人或朋友 也能快速融入操作方式 看完報導後 是不是已經超想要趕快玩到了呢? 一樣兩個靈魂 將在10月8日正式發售中英文盒版 現在預購特別版或導演豪華版 還可獲得限量好禮喔 趕快去預購吧!